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着了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3月26号 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空一己啊 最近网上啊,关于这个空一己文学 空一己现象,很火爆啊 主要是这个央视网 还有官媒啊,公亲团的一些什么网站或者是报纸吧 发表了一些评论,在谈这个空一己文学 这些官媒啊,他们谈这个空一己文学啊 空一己现象,不去看 你都知道他从哪个角度来谈这个事情 他就没安好心啊,没憋什么好屁 这些喉舌啊,他说空一己 不是穷困潦倒吗 空一己的困境啊,并不是因为空一己读书 不是读书导致他贫困 而是因为空一己啊,读了书之后 不愿意放下读书人的架子 不愿意通过劳动改变自身处境 大概就这意思啊 空一己的长山嘛,代表的就是文化嘛 代表他是一个读书人 因为只有读书人呢,才穿那个长山呢 这个做苦力的啊,这个体力劳动者 他们都穿那些短袄嘛,对吧,裤子 只有读书人秀才之类的,才会穿长山 那么长山就变成一种身份的象征 或者是文化的象征 所谓的读书人最后的一点尊严 那么喉舌啊,说这个空一己的穷困潦倒 是因为空一己不愿意放下一个读书人的这个架子 不愿意从底层做起 不愿意做苦力等等 实际上啊,鲁迅的这篇文章啊 大家都知道,鲁迅是想通过空一己这种形象 他主要是刻画这种吃人的社会 把一个一心想向上 想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的这么一个人 活生生的最后就消失了 鲁迅是为了控诉当下那个社会 是批评社会吃人 通过调侃空一己来达到批判社会的这么一个目的 但是这个喉舌啊 居然给鲁迅的这个文章一个新的视角 心解 如果仅仅是编文章 对吧,你去新读心解 比如说那个央视 对吧,青年报或者等等 喉舌啊,心编水浒 心编红楼梦 那你就编去吧 但是这个喉舌 他为什么批评空一己呢 实际上是要折射批评 当下的青年人 这个空一己文学 空一己现象是怎么来的呢 他的大背景 实际上是现在经济在下行 工作岗位越来越少 同时呢 大学毕业生啊 越来越多 2022年就有1100多万大学生毕业 那么今年可能又是1200万 一毕业就失业 找不到工作 没有那么的工作岗位啊 然后已经上班的这些空一己们呢 随时面临着失业 对吧 不管是互联网行业 还是房地产 还是金融 什么行业 都在猜源 这整个的经济形势不好啊 就业岗位越来越少 本来这些大学生啊 他通过学习 拿到了文凭 是想改变自己的生活 改变自己的这个境遇啊 想进一家企业 做白领 对吧 做办公室 穿长商嘛 他可没想着去富士康打螺丝啊 所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 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 回家躺平 啃老 也有很多人就抱怨 那么这个喉舌啊 现在适时的 抛出这么一篇文章 实际上是杀人诛心啊 就是告诉这些大学生 你们没有工作 你们应该啊 把身上的长衫给拖下来 去工厂打螺丝 实在不应去摆摊啊 所以你看啊 最近网上配合宣传的 这些新闻那特别多 什么高校毕业做保洁 研究生毕业收破烂 什么开车拉拉小宠物 百万外债 秒还清 夫妻摆摊卖土豆啊 这不最近的新闻吗 每天收入九千块 夫妻摆摊卖土豆啊 说一晚上能赚九千多 每天要卖五百斤土豆和二百五十斤豆腐 甚至不够卖啊 就夫妻俩人啊 凌晨人群散去 小两口高兴的盘算销售额 大概九千块钱的样子 每天好有成就感 关键啊 他这个央视新闻报道啊 还说啊 点睛之笔啊 说啊 在这里 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忙业人 靠拴手 努力打拼着 这言下之意就是 不关这小夫妻俩 一晚上能赚九千 像他这样的人 很多啊 都在这个夜市里面 中国新闻网报道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加入摆地摊行列 然而 摆地摊能否实践 人人月入过万 靠三千五百元 起家的乐乐 告诉中心财经 自己在自媒体上 分享摆摊经历 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不少人希望和乐乐一样的 摆地摊赚钱 这个乐乐说啊 他是摆地摊的 如今啊 乐乐早已还清债务 去年摆地摊净赚约25万 而供应商收入 则超过百万 再加上正常上班薪水 整体年收入200万 据这个乐乐说啊 他正常上班的薪水 是年薪40万 这个乐乐本身负债是上百万的 结果一年就还清了 通过摆地摊啊 近日 深圳97年女生 王小姐 从互联网大厂裸瓷卖盒饭 她告诉记者 一个月最多能赚4万 之前在互联网大厂 经常加班 到家也要12点 工资1万多 到4万不等 一段时间后啊 开始感觉到身体不适 长期除高压的状态 会幻听领导 再叫自己 由于自己从小喜欢做饭 临近过年就辞职 筹备 卖快餐 12个菜 自助唱吃 男生收15 女生收12元 不浪费就行 创业后 心态好了很多 自己也变得爱笑了 以后不会再去公司里上班了 每月净赚4万元 这是卖盒饭的啊 每日上班三小时 月振3万 这个少一万 干什么呢 杭州95后女孩 之前在大厂上班 以身体等工作方面原因 他决定辞职出来创业 他说自己喜欢打麻将 看到其他城市 有24小时自助棋牌室 杭州没有 如是他打算弄一间 自己独立一个人 把店开起来后 他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虽然我还在给房东打工 但是我很享受 现在这个自由的状态啊 每天上班三小时 月振3万块 3月20日 河南郑州 95后女大学生 毕业后 收泼烂 月入过万 黄女士表示啊 自己毕业后 换了三四份工作 进入职场后 不想重复机械的工作 就决定自己创业 目前 每月收入能达到五位数 也算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财富自由 这个是 收泼烂实现财务自由 这些都是摆地摊啊 干什么的啊 感觉好像不入流啊 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绝对是高大上的啊 近日 河南女孩张贵芬 分享过去二年 当称之书的经历 引发关注 他说啊 开始站上有近百万外债 想到给村子画盲彩虹 带火了三家村 但长久发展 得靠产业 我们种植 527亩 富西南瓜 获丰收 带领村子实现振兴 是我的青春梦想 24岁女大学生 当称之书 火出圈 我就简单 举了几个例子啊 就是在网上你打开 就是这个铺天盖地的这种新闻 一边是喉舌啊 告诉这些青年人 大学生 你把长商脱下来 不要端个架子 一边在报道啊 又是收破烂 实现财务自由 又是摆地摊 月入四万 又是开麻将馆 月入三万 都是95后 97后 你看这个年龄呢 正好是这些 刚工作不久 失业的 被裁掉的 那95后 97后不就是256岁吗 或者278岁的 这可不是干三八四五年 正好被裁掉 找不着工作 你看他宣传 非常精准的 他的目标人群 就是这些人 一边告诉你啊 就是你不要 拉不下面子 你要出去摆地摊 收破烂 这个都是高收入啊 都是分分钟 实现财务自由 一年百万 那是小意思啊 当然了 喉舌的这些宣传 也比较难以 起到效果 因为现在年轻人 已经不好糊弄了 所以大家分分啊 at税务局 要求他们查税 说你这个 一晚上摆地摊啊 只能收入九千块 查一查他 交了多少税 这下麻烦来了 这是央视报道的 这肯定是真的吗 央视还能撒谎吗 所以说 要税务局 去查他的税 还有说不烂的 实现财务自由了 那他交了多少 个人所得税啊 还有at城管的 说摆地摊 你怎么能不管呢 这不是不准摆地摊吗 这人摆地摊 都已经财务自由了 你们不是失职吗 还有at公安局的 说你看 人家摆麻将馆 你都不管 七拍室 这不是很多地方 是打击对象的 不让摆七拍室啊 人家月入三万 开七拍室 你这个公安是怎么管的 排除所怎么能不管的 所以让这些喉舌啊 哭笑不得啊 我在很久以前 我就在去年 对吧 我就不厌其烦的讲 我这个经济下行啊 一定会出来很多这种宣传 就是受破烂呢 也能赚钱 回农村种地 也能发家致富 白地摊 能财富自由 肯定有这么多宣传 你看今年就来了 反过来说明什么 你反过来想的话 一定是经济 非常糟糕 这喉舌就开始 灌这种鸡汤 让大家稍安勿躁 对吧 找不到工作 没有钱 还不起房贷啊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你看人家白地摊 不得赚钱吗 一百万的贷款 一年就还清了 你那年房贷 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赶紧去摆地摊呢 但问题是 各个城市 好像不让摆地摊呢 你摆地摊 撑完就管了 赶你走啊 但这个后舌他不管 因为他没摆过地摊呢 他不知道啊 还有啊 说那个大学生啊 你去当个称职书啊 刚才不说了吗 24岁女大学生 当称职书 带领全层人发家致富 这个就让人 这个哭笑不得啊 24岁不是干大学毕业吗 然后当称职书 这本身就很蹊跷 你看那么多大学毕业生 你想当称职书就能当得上吗 你只要当了称职书 未来30年 那个说不定能当 对吧 还能带领全国人民致富呢 所以这个称职书 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 所以这个24岁女生啊 能当称职书 那一定是家里有人啊 给他安排好了 当个三年 他就会掉到乡里 或者是镇里 多年个两年 就掉到县里面 30岁就当女县长 县委书记 人家路都已经安排好了 去当称职书 只不过是个跳板 所以咱们还说到这个长山啊 孔义级的长山 就我来谈谈我的看法 我认为政府 喉舌 你这个时候宣传 让大学生 让年轻人 把这个孔义级的长山 脱下来 犯下自尊 去拧螺丝 去摆地摊 这个就说 厚颜无耻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从政府角度啊 你应该去考虑 为什么 这么多人没有工作 你怎么样解决 就业岗位 提高教育力 你怎么样为这些 大大小小的孔义级们 创造一个稍微好的环境 让他们不需要脱下长山 就能体面的活着 对不对 这是政府的应有责任的 是你的任务 你做不到这一点 然后你就要求这些空义级 你把长山脱了 你去拧螺丝 你这困境呢 是因为你自己 好意无劳 高不成低不就 说到这个 我们再看一看啊 这个曹大万呢 最近他又说了什么 学生去送外卖 不去就业 跟他在大学没有学到公司 有一定的社会 他就有信心去就业 这个曹大万认为啊 大学生毕业后去送外卖 不去就业 跟他们在大学里 没有学到东西 有一定关系 他表示啊 国内读大学 好像比国际上读大学轻松 四年混完就毕业了 但学生没有动手能力 曹大万说啊 他以后培养的学生 毕业要达到四级工程师水平 让学生有信心就业 这个曹大万说的这话 非常诛心啊 就是你也不能说他说错了 但是这种话 像曹大万这种人说 就不合适 因为曹大万他是资本家 政府资本家 这个政府是负责 创造环境 创造这个就业环境 什么给这些学生 给这些孔一几们 一个良好的 这种晋升的通道 这些资本家是应该 多创造就业岗位 所以我认为 无论是资本家还是政府 你不应该去数落 这些大学生 这些年轻人 你应该多检视自己 是不是你自己做的有问题 现在失业率这么高 难道是这些大学生的问题吗 是这些年轻人的问题吗 如果我们有足够多的岗位 这些大学生不愿意去做 那是他的问题 那问题是你没有这么多岗位 你看就是失业啊 咱们就有五六种失业这个现象 或者叫什么 我们为失业 创造了五六种名词 什么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 季节性失业 周期性失业 隐蔽性失业 就一个失业 它造了这么的词 来让你感觉到 你的失业是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央视网 喉舌 唐空一几长商 空一几文学 然后再宣传这些保洁啊 这些收垃圾的 这些摆地摊的 卖盒饭的 能够轻轻松松的 锐入四五万 然后年入上百万的 然后实现财务自由等等 你从这个现象 首先你要看到这个经济 这非常困难 而且是越来越困难 春江水冷压先知啊 政府是最先知道啊 所以他要打预防针啊 所以他要铺天盖地的宣传 来灌这个心灵鸡汤 让你们自己觉得 是你自己的问题 这样社会才能稳定呢 你不要点背啊 不要怨社会 自己不行 不要赖社会 是你自己有问题 政府先把责任甩清楚 给大家打一打预防针 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所以说明接下来啊 这个失业会越来越严重 我看有很多网友 让我谈一谈就业 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失业率会越来越高 当然咱们国家不统计失业率 咱们叫灵活就业 摆地摊也是灵活就业啊 收垃圾 买盒饭 这都叫灵活就业 灵活就业收入 还比那些固定的岗位 还装的多啊 咱们说到这儿 都是一些感性的啊 不是一些具体的数字 我们看财政部公布的 一到二月份各项收入 其他的咱们就不说了 其中啊 有一项 个人所得税下降4% 在我的意见中啊 不管经济好还是经济坏 这个个人所得税 是一直在增长的 稳步增长 但是今年一到二月份 个人所得税 居然下降了4% 大家琢磨琢磨 个人所得税是谁在交啊 全国有90%的人啊 就绝大部分人 没有交个人所得税的资格 有资格交个人所得税的 是你收入在5000以上的 恰恰这些人啊 就是央视王 喉舌 笔下的空衣脊们 穿着缠衫的吗 这就是所谓的白领呢 做办公室的大部分啊 不能说所有的 那么今年个人所得税啊 下降4% 那就说明这些空衣脊们呢 要么就是工资收入低了 要么就是人少了 都失业了 裁掉了 你再也不用交个人所得税了 都没资格了嘛 所以从这个数啊 你就可以看出 今年这个就业压力有多大 这才是1月2月啊 你要看今年年底 这个失业率要飙升了 所以咱们刚才说了 政府是最先知道这数字的 它很清楚 所以它要做好铺垫 来宣传 营造一种气氛的 就是失业不可怕啊 你只要摆地摊 你只要能把那个 长商拖下来 你就饿不死 你这个房贷啊 还能还 按揭贷款 没问题 所以你现在该买房买房 失业了怕什么呢 去买房 卖盒饭 一个月都能赚4万 你在哪公司上班 能赚4万呢 所以我刚才说了啊 你一旦看到这种宣传的时候 实际上大家也就要做好准备 要提高警惕 这个寒冬啊 已经到来 何去何从 自己做好准备 做好打算 第二个角度呢 我是从咱们个人角度来说 就是咱们空一几啊 韭菜 我来说一说 政府有政府的职责 对吧 政府做不到位 你能怎么样 你什么办法都没有 你真的要去摆地摊 要去卖盒饭 你先过城管这一关 所以我们年轻人 大学生 你找不到工作 或者是你工作两年三年 被裁掉了 那现在怎么办 你只能自救啊 如果你不脱掉长商 就能自救 那当然好了 对吧 马上就能找到一份一样的工作 我看前几天有网友给我留言了 说什么阿里员工 被裁掉了 很好找工作 那恭喜啊 你不用担心呢 对吧 你被阿里裁掉了 你很好找工作 但事实上呢 谁疼 谁苦 谁自己知道 刚才咱们一直说啊 这个岗位在减少 如果阿里的员工被裁掉了 他很容易就找到一份工作 那就意味着有另外一个人被挤掉了 被卷掉了 咱们从小读书啊 被灌输了太多的 什么读书改变命运 这个不能否认的 那是以前 现在不行了 刚才曹德万说了 对吧 大学生为什么毕业找不到工作啊 是因为他上大学没学到什么东西 所以我说曹德万说的是对的 但是作为资本家不能说这样的话 但是作为我们个人 我们自己要内心审视 要访问自己 这曹德万说的对不对 现在的大学生啊 满大街都是啊 现在大学毕业是标配嘛 你拿个大学文凭 不能证明什么 不像几十年前啊 那个时候大学生叫天之骄子啊 你现在大学生叫满地跑 你要不是大学毕业 这个还挺奇怪的 还挺另类 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 说北京的研究生 已经超过本科生了 你说这叫什么事 所以说这个大学文凭啊 早就贬值了 你拿一个大学毕业证 什么也代表不了 以后大学毕业证呢 只能代表你的经历 就证明你这十几年 是这么过来的 读过小学 读过初中 读过高中 然后读过大学 就完了 所以第一点啊 也要从我们自己身上 找找原因 就是你这十几年这么过来 你到底学了啥 你拿了这个毕业证 不代表就有工作 从现在开始 就要树立这种想法 思想 文凭不等于工作 你只有牢记这一点 你就不在乎 自己身上这个长山 你就发现自己没有长山 那个长山是虚晃的 叫菩提本无术啊 明镜亦废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若尘埃啊 就你本来都没有什么长山 哪里谈得上脱长山呢 以后大学毕业是个标配 我认为现在的大学生啊 你要上大学 实际上是要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 曹特万说让你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 那是两个方向 提高学习能力 只是希望你以后啊 还是可以有长山穿 变成一个空一级 他说让你提高动手能力呢 那是让你变成蓝领工人 打螺丝 这个不一定非常准确啊 但大致就这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作为咱们要忘掉长山 就没有长山 保持学习 实时提高自己 要适应社会 这个社会的发展 不是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只能去适应 只有马斯克这样的人呢 他才能改变 绝大部分人 99%-99%的人 他没有办法改变社会 只能适应 你要改变社会 那就你很痛苦 因为你改变不了啊 你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你能改变的就是自己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自己适应这个社会 让自己变得好像更优秀 你所谓的更优秀 就是更适合这社会嘛 我以我本人为例啊 我记得我以前在直播里也说过了 我到现在为止 我大概换了七八个工作 我每一个工作啊 跟上一份工作都没有关系 就相当于我找工作 那个长山就不见了 比如我现在做这个自媒体 跟我上一份工作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就说明你没有长山呢 有很多动物啊 有壳的对吧 比如螃蟹 知了啊 甚至蛇吧 蛇它不要退皮吗 在它成长过程中 它不停的退皮 螃蟹也是啊 不停的退壳 实际上我们人啊 就要学习这些动物 这些优点 对吧 你不停的把自己外壳要脱掉 这个无形的外壳啊 有的时候是自己的枷锁 束缚了你 你时刻做好啊 从零开始的准备 跟过去啊 说拜拜 你只有这种心态 然后加上这种学习能力 你才能不在乎 你才能不在乎 对吧 这个社会 吃人 你得自发的 从自身 从内心 具备这样的能力 这和政府啊 号召要求你 把长山脱掉 这是两个概念 大家自己想一想 就好比那个什么鸡蛋 对吧 从内部打破 它是生命 你把它打破了 那就是鸡蛋 吃的 这逻辑是一样的啊 政府 号召你脱掉长山 他今天号召你脱掉长山 明天就号召你脱掉内裤 因为他没招啊 他没办法 他经济搞不上去啊 我记得还 这次那个什么 总理这个记者会上面呢 提了一个说法 说中国没有人口红利 但有人才红利 这人才是不是这些空一级啊 这些空一级 听从政府的号召 今天脱长山 明天脱内裤 想让你脱什么 你就脱什么 只有这么听话 社会才稳定吗 大家才没有怨言吗 所以我强调啊 政府是政府 政府他做他政府要做的事情 我们是我们 韭菜空一级 咱们要从自身审视 但是我们在自身审视 自我要求 自我退壳 脱长山的同时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清醒啊 我们要认识到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活得轻松一点 为什么我们总是这么累 是什么原因 对吧 你心里要清楚 你要不停的去反思啊 为什么我们要不停的 一次又一次的去退壳 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我们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去生活 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我们总要被社会改变 咱们要反思这些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如果说我们只是忙于退壳 脱掉长山 适应社会 但是不去反思 第一个你个人进步不了 第二个这社会也进步不了 如果我们不反思啊 我们就有大量的小粉红 这些失业大军里面 难道没有很多小粉红吗 这些一毕业就失业的这些大学生 有多少是小粉红啊 就像那些金庸笔下的丐帮 我在节目里面啊 说过好多回 就我以前也看小说 看那个金庸的那个什么 《射雕音传》 还是哪部书里面的啊 总之我看到了这个丐帮啊 守襄阳 后来我就不看了 我就看到那儿 我就理解不了 你说这个丐帮啊 他每天他不想着怎么要饭 整天想着是行侠战役 保卫大宋 他也不考虑 这为什么 什么原因 让他们这么贫穷 沦落到要饭的这个地步 他天天琢磨的是 金狗啊 亡我大宋之心不死 好像他要饭是因为 那个金朝啊 攻打大宋导致的 好像这个南宋灭亡 他就当不成乞丐了 这金人一来 他连担乞丐的权力都没有了 你看现在社会上 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 一天到晚 他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东升西降 你都失业了 你都吃了山都没下顿 都把找不着工作 美帝来了 你这次这次还是没工作嘛 你还能怎么着啊 保不及还有工作了 这个现象 大家应该知道吧 网上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呢 一天到晚的 就要跟美国干战 经济形势这么差 还琢磨着跟人干战 这个外贸逐月在下降 外贸一下降 大家的收入也下降 经济形势更差 就业岗位就更少 导致他失业 他还琢磨着 今天跟这个打 明天跟那个打 都是下大棋啊 心中想的不是自己 怎么样改变自己 怎么样去就业 想的都是国家大事 都是格局啊 都是如何联俄致美 后来我就不看金庸的小说 我觉得金庸这个人假的 理解不了 但是现在你要看一看 是不是金庸 在讽刺未来的社会呢 这谁也说不好 这小粉红和金庸笔下的 那些乞丐 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啊 这种困境 都不能让这些小粉红 觉醒的话 那什么时候能让这些人 觉醒呢 以上是我对这个 喉舌啊 政府号召年轻人 号召大学生 脱下缠衫的一个看法 供大家参考 好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